我們現在先恭請副總統簡單的跟大家說幾句話 蔡總統 劉代理秘書長 姚副秘書長 各位現場的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平安 大家早 首先要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在過去半年來的辛勞 也藉這個機會 預祝大家 各位媒體的朋友 還有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新年平安 喜樂 自從520上任以後 蔡總統交付給我許多任務 其中就包括到多米尼加共和國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還有到梵蒂岡參加德雷莎修女的豐盛典禮 也負責了年金改革 還有司法人員的大法官的審見的工作等等 所以整個的工作相當的忙碌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我只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年金改革的部分 最近我常常在外面跑行程的時候 不少人問到我說 年金真的非改革不行嗎 難道不能夠等到下一任的政府才來做嗎 我就很嚴肅地告訴他們說 確確實實 我們年金已經到了非改革不行的階段 如果我們今天不改革 明天就會後悔 是相當的嚴峻 其實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們每一個年金制度的設計都是會參考當時的環境背景來設計 我們現在的年金制度是在高死亡率 高出生率 還有高銀行利率 高經濟成長率 還有高薪資調漲率的狀況下設計的 但是在這二十幾年來 台灣已經進入了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然後低基金成長率 以及低薪資調漲率的這個階段 所以有很多以前認為合理的制度到現在就認為完全不合理 那這些不合理的制度 舉個例子來講 當年在設計18%的時候 是因為當時的利率可以高達到24%或者高達到12% 可是今天我們利率只有1% 當然18%以前也許合理 現在就完全不合理 需要來改變 另外一個例子 舉個例子來講 就以前我們預期每一位退休者 他可能有10年到15年的存活期間 可是現在因為公共衛生的發達 醫療的進步 現在每一個人退休以後 都可以活到20年到25年 以前為10年所交的錢 現在要付出20年所交的錢 當然會不夠 所以我們就需要來增加這個費率 或者來調降這個所得替代率 因此整個年金制度的改革 是要改革以前不合理的制度 讓它符合現在的時代的需求 所以我們這裡並沒有針對特別的職業團體 來做任何的特定的改革的目標 最主要的是能夠有兩個確保 第一個就是確保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夠有一個 符合生活需要的基本的經濟生活的幫助 第二個就是要確保每一個世代 包括現在的年輕的世代 每一個世代都有永續的年金 那在這樣的一個制度下 當然我們今天需要有年金改革的工作 而這個工作在總統交付給我 擔任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了以後 我們開了20次的會議 不瞞大家說 會議當中當然會吵吵鬧鬧 有些人對於改革是有一些意見 但是我很高興 所有的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委員 都一致地認為 我們應該要進行年金的改革 大家有改革的共識 但是改革的方案呢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年金改革委員會結束以後 經過了很好的精算 那最近我們年金辦公室也提出來了這一個備選的方案 我們接下來會開四次的分區座談會 還有國事會議 我們也在這裡呼籲所有的國人同胞 還有參加會議的同仁 大家都能夠提供寶貴的意見 提出具體可行 使台灣的年金可以永續的寶貴的意見 那我們會在國事會議之後呢 設計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然後交由考試院跟行政院提出立法案到立法院 我們是希望在明年年終的時候 就能夠順利通過 讓每一位年輕人都能夠感受到政府在照顧他 他們退休的時候一定得到很好的年金的照顧 所以年金改革的目的 是要促進社會的團結 不是要製造社會的對立 改革的對象是制度 而不是個人或群體 所以在這裡也呼籲大家 不要對任何人來貼標籤或者污名化 我一直秉持著合情合理合法的態度來推動這個改革委員會的意識 如果還是有人覺得被污名化或者感到委屈 我願意用改革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來表達歉意 我也在這裡呼籲大家一定要同心協力地把年金改革做得更好 讓這一個非常艱困而且複雜的工作能夠好好的完成 使得每一個世代都能夠享受到年金的保護 使得每一個老人家都有安養晚年的這樣一個好的年金制度 謝謝大家